剛剛講的 現在影響到全世界最大了 其實就是天后 天后剛剛講的 你現在影響到土耳其的舊月 你現在影響到 烏冬戰爭那個狀況 另外就是 美國它在東北部 卻發現了有-79度 這麼可怕的溫度 現在很多地方 包吹回之後你看 這個噴泉完全結冰了 另外就是 尼加拉瀑布竟然也結冰了 是 現在我們都知道 這個極地渦旋朝著加拿大 跟美國 尤其是美東這個部分 所以你看到 本來是紐約州公園裡面的噴泉 現在不會噴 為什麼沒有噴 因為整個全部都被 冷空氣給冰凍住了 所以呈現這樣的一個畫面 事實上這也是非常罕見的 那除了是公園裡面的噴泉被冰住 你看到這個 這根本就是 童話故事裡面的一個場景 這怎麼呢 原來是美國的一個海濱別墅 那它因為要靠海 靠海的話 照理說不太容易結冰 但也是因為這個冷空氣 實在是太冷了 所以導致 你有沒有看到 它的整個本來是那種 應該是下雪 下雨的那種融化的 就變成這樣一根一根 像冰雹一樣 就這樣子弄在房子上面 所以那種說 這樣真的是海濱公園 管如是童話故事 那種比較恐怖的那種場景 現在就真的是在美國上演 另外這是 美國佛蒙特州 一個尚浦蘭河 那這個河你看它的欄杆 全部都冰封住了 湖面上有煙 為什麼會有煙 我們都知道海水 其實是溫度來講 相對比較高的 結果因為冷空氣實在太冷了 導致它的湖面上 全部都在冷熱空氣 變成了一陣陣的煙霧 就瀰漫在這裡 所以他們都說 事實上這都是一個 非常不尋常的現象 另外這是美國 加州的紅山國家公園 這國家公園 我在20年前有去過 那陽光普照的地方 而且加州其實也不是 容易下雪的地方 結果你看現在也是這樣子 大雪紛飛 所以他們就說 如果說連加州天氣 而且相對來講在冬天 應該是比較溫暖 潮濕的地方都下起雪來 由此可見 今年的美國真的是很冷 另外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一個白白的一片 這是什麼 一樣也是因為冷空氣 跟水的一個溫度交結之後 變成了一個霧氣 而這個霧氣非常非常厚 就形成這種特殊 像附墓的一個畫面這樣存在 是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